下面一个问题 请问如何克服嫉妒性 这个地方有礼有寺 理论上讲 嫉妒是从诚惠也出了出来的 它是属于诚惠的一部分 是很严重的一部分 成会嫉妒 古堡在地狱 如果你要常常想到这个事情 我应不应该再生成会嫉妒了 也就是说 愿不愿意躲地狱 这个是要自己认真去思维 去观察 那么第二个呢 从四上讲 成会嫉妒心 对别人伤害不大 我常常讲只有三分 对自己伤害七分 因为成会嫉妒会把你这个内在里面的贪嗔痴 加重了很多 那换句话说 在这个时代去 很多 这些疾病啊 你就很容易感染 你里面有病毒 外面在于这个病毒 你很容易感染 那换句话说 成会嫉妒的时候 你的寿命不会很长 所以你伤害别人少 伤害自己多 尤其是最近 我们看到这个 这个这个 固计卫生组织的报告 那上一次 我也跟主委提出了 好像在七十年代 他们发现将近三十种新病毒 过去没有的 而最近五年呢 居然发现了 有一千一百多种新病毒 这个新的病毒啊 现在还没有药物来对治 所以提出警告啊 让大家 小心谨慎 预防 那么这个瘟疫 一爆发 可能是全世界里 有这个预告 所以要晓得 成会是要送自己命的 害不了别人 真的是害自己 不会害别人 对别人障碍不大 别人有福报 如果你的气度成会 能把他障碍住了 那你的能力大了 佛菩萨都要拜你做老师 为什么呢 你能够 违背因果 就是没有因果了 这还得了吗 佛菩萨不能改变因果 你能改变因果 他有福 我让他没有福 这还得了吗 佛菩萨都做不到 你看有福报的人 他造作种种物异 他福报大 那些阎罗王鬼神 也在旁边看着 等到他福报 等到他福报想完了 在这里给他算账 你有什么能力 这个基督障碍 能够把别人福报毁掉 不可能 所以基督障碍 无论从理上讲 从事上讲 对自己 实在是大害处 这个要知道 转变过来 看到别人有好的事 能生患喜 能够随远 随远是大佛报 有能力 帮助他 这是你随喜的功德 在佛家 福显十月 你随喜功德了 没有能力的 我赞叹 赞叹 也是随喜 也是有很大的功德 不可以破坏 不可以障碍 不可以用基督 所以是 是佛 是魔 是天堂 是地狱 都在你自己 一念之间 决定跟别人 没有关系 要很小心 很谨慎的 来学习